公會統計學我們都念過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是無敵放詞 知識求是就好 我們不會害台灣知識求是 不要搞一大堆 你會往一年鬼在那裡胡說八道 市長怎麼看陳時中說快下陽就是確診 主要是針對高風險的目標族群 那他說如果這個放在高風險的準確度比較高 那市長怎麼看 這個我都曉得啦 這個就是那個偽陽性偽陰性 還有這個叫Positive 公會統計學我們都念過我們都知道 他們也不是無敵放詞 一開始因為雙倍比較嚴重 那所以這當時 基於臨床上實際需要我們不得不說 如果要給藥或什麼做臨床處置的時候 快篩養要先取代PCR養這個因素來用 當然在台灣一兩個禮拜以前 台灣其他城市還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都知道 所以是這樣 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就好 我們不會害台灣 實事求是 不要搞一大杯 每天網軍名嘴在那裡胡說八道